美术课上男孩只是不小心打翻了墨水 结果用袖子一顿乱擦 正无意间画出了一幅山水画 美术老师看了后就惊掉了上板 男孩的作品不仅得了奖 却连女神都成了他的小迷妹 他叫阿芳 是个比欧皇还幸运的男人 阳语考试时 他仅凭抛橡皮擦 居然也能考到第一名 面对如此荒诞的命运 阿芳想要抗争 于是在数学考试时 阿芳选择招白卷 可没想到 本次考试 只有一个同学 命运再次捉弄了阿芳 他觉得这下运气总该用完了 长大应该就正常了 可在他22岁那年 阿芳随手买的一张彩票 居然又中了一个小目标 工作时 客户更是抢着给他送钱 下雨天别人都打不到车 可阿芳一摆手 面前瞬间停满了车 这种荒唐的人生 让阿芳忍无可忍 于是他对着身边的朋友 一顿痛骂 可没想到 朋友听后却夸他好真实 这下阿芳更受大家欢迎 阿芳彻底崩溃了 他对着老天一破口大骂 有本人就劈死他 可闪念并没有劈中他 反而替他抓到一个小偷 吃瓜群众纷纷点赞 这下阿芳又成了大英雄 阿芳很苦恼啊 于是他决定来到寺庙 剃度出家 听完阿芳的遭遇后 和珊那叫一个嫉妒 就在和珊要了却他的心愿时 一个方丈出现了 原来阿芳只是做了一场梦 这小孩实在太自恋了 斑花只是回眸一笑 男孩就已经想好了 他们孩子的名字 为了追到斑花 阿芳决定送一盒油画棒 可一套兜 钱不够 于是阿芳翻出 珍藏多年的卡片 低价卖给了其他同学 好容易凑够钱 可来到小卖部 却发现油画棒已经卖完了 阿芳很失落 但让他更难受的 还得是接下来的一幕 还没尝到爱情的滋味 就已经尝到了爱情的苦 就在阿芳发呆时 一个足球突然砸中了他 阿芳一抬头 原来是隔壁的斑花 阿芳又心动了 他开始幻想 自己在足球场上的出色表现 成功俘获了斑花的芳心 可是踢足球需要一双足球鞋 阿芳只能继续攒钱 别人吃饭肯打出蹄的 阿芳却只吃馒头就白开水 回到家 阿芳更是包揽了所有家务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钱总算攒够了 但万万没想到 球鞋也涨价了 阿芳失落的走在操场上 却又被足球砸中了 一转身 就又是圆滑那小子 就在阿芳绝望时 又一个女神出现了 哎 走过 是心动的感觉 为了跟女神一起玩 阿芳决定攒钱买辆花瓣车 回到家 他翻出了所有玩具 然后又低价卖给了同学 这下钱终于攒够了 花瓣车也没有涨价 阿芳觉得自己又行了 他在女神出没时 故意耍帅 女神也向他招了招手 可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圆滑 阿芳彻底崩溃 刚睡醒的阿芳 发现班上的阿梅是如此的漂亮 于是阿芳鼓足勇气表白 阿梅开心的笑了 可再一整眼 阿梅竟然变成了胖妹妹 阿芳急忙追出教室 却看到阿梅被父亲接走了 阿芳想打电话告白 可电话却被父亲一马夺了过去 爱情的萌芽再次被扼杀 阿梅的父亲也警告他 让他不要再打他女儿的主意 可阿芳没有放弃 20岁那年 阿芳约阿梅去看电影 他伸出小手试探 阿梅也没有拒绝 两人幻想着更进一步发展 阿梅害羞的闭上眼 阿芳也凑了上去 专演到了24岁 两人在朋友的祝福下 决定再次尝试 阿芳有些紧张 好在这次没人再打扰他们 然而再一正眼 居然又是阿梅的老父亲 26岁 阿芳事业有成 他拿出了所有房产证跟存值 阿芳又失败了 但回想起跟女生的点点滴滴 阿芳并不想放弃 于是在一个下雨天 阿芳决定拿出自己的诚意 但在阿芳的不断坚持下 阿梅的父亲终于被打动了 如果再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 你是否也会像阿芳一样 选择坚持呢 阿芳